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委 我想这个进口的肉品 我们要请卫生署在边境加强抽减 同时对于源头的厂商也要加强抽减 那这个既然是政府定下来的政策 同时也保护国内的养猪产业做区隔 我们一定要请卫生署来彻底的来做 现在知道这些牛肉都是来自哪里 猪肉 这猪肉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应该是在国内我们找到的是云林县的供应商 那国外的厂商可能来自于我们有进口猪肉的国家 美国 加拿大 澳洲等等的地方 这些含瘦肉菌的猪肉是不是来自美国 我们现在在这个卫生署还在查它这个来源 因为我们有进口的这一些猪肉都有可能 是不是牛猪分离进口的政策已经破产了 没有啊 就是 还是进要啊 那我们在管制上我们要加强 但是实际上已经进来了嘛 对不对 那个 知不知道这个美猪进口商到底提供了我们多少家业者 这个是贸易商 贸易商 我们再请这个 卫生署在这一块里面我们来加强把它建立起来 对于这个国人 对于猪农 怎么交代这件事情 那我想这个 我们对于国内的这个养猪产业 我们要要求他们彻底的来执行 这个不用瘦肉菌的 不用莱克多巴胺添加剂的这个措施 然后我们来 不是 我是说你现在从国外的猪肉里面有了 对国内猪农你怎么交代 我想我们会请卫生署来这个加强这个查庆 对于不孝的业者在中间应该要加强主分 对 这个共玩有抗生素的事件啊 又扩大了 前天有三家 今天 昨天又有一家 这个这个这个情况 主委到底采取什么最快的步骤来助理 我们从这个来源 呃 源头 我昨天我也说了 这个将来啊 呃 我们从供应 因为这个共玩厂商 他是去下游 呃上游买这个猪肉 这个猪肉有供应厂商 这个猪肉来来就是他从 牧场来这里屠宰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现在对于中间供应商就是像这一次遇到的台义食品公司 我们要求他所有的这个来源租租厂全部要登陆 我们现在就是从他提供的来源租厂去查他这个租厂里面的使用药物情形 从源头开始去管理 这个你讲到这个台义啊 台义肉比是不是呃 如外界所说的是全台湾唯一两家合格的啊 私人屠宰厂之一是不是这样 啊 他这个私人屠宰厂有很多家 是不是唯一合法合格的 没有没有合法合格的有许多 嗯 有许多 这个呃 现在讲新竹有八成的共玩业者的肉园都来自台义 那过新竹的共玩我们都知道是最有名的啦 是 那是不是表示整个国内现在市面上流通的共玩可能都有风险 是不是这样子呢 没有我想这个不能这样子来说明 因为卫生署卫生局去查气的部分 他查了呃 这么多也是这两家 现在出现在出事情的查到的 他们的都来自台义 是 那台义 那多多半来自台义 台义现在被发现发生有问题 那你其他的厂家也来自台义 那不是造成很大面积的感染吗 其他的厂家其他的厂家也也也也有被卫生署抽检 但是他是合格的 他是合格的 嗯 所以这一点我们要保障合格的这一些厂商 但是有有问题的有有问题的 我们就台公司我们是是来自台义啦 自己来追查 这样好 希望你们能够呃 加快脚步尽快公布结果 惩严惩不叫业者好不好 是是是 这个减少修耕补助活化农地啊 这个现在将一年补助两期减为一年一期的政策啊 最快什么时候实施 明年1月1号 明年1号 这个大概多少农民会受影响 我们在呃 年修的这个16万多的农民里面啊 嗯 我们刚刚也做了报告 嗯 我们归类是有58个percent他是没有农保的 嗯 他也就是说他是地主 嗯 但是他不是农民 嗯 那对于老农的部分我们有配套措施去延缓他的这个冲击 那我想这些配套措施啊 也希望委员呢能够来支持 是 我们这个制度如果有开始推动 我们对于这个修耕的整个活化跟年轻农民进来就开始有希望 是 这个事情大家也知道啊 就是说也有针对所谓假农民来的了啊 那么有有些地方的农业官员说相反的说 这个是在清算老农 是在跟老农为敌 是把老农当贼啊就是说当作啊是老农当贼 这个您您听的反应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啊这个政策公告了之后 我们有许多县市政府的首长非常的支持 对于单一县市的这个反应 我们给他尊重 但是他自己对于他县市的农民的处理 啊我想他要负起他完全的责任 我举几个例子的这个县市 地方首长非常的积极要来配合这样的政策 那有就是单一的县市 我们啊觉得认为呢 尊重 但是我们也觉得很遗憾 这个是整个国家啊 能够开始活化 二十万公里休耕地的机会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思考 我们在职音上有任何的讨论 我们都愿意来接受来修正 主委有一个杨如明门先生您知道啊 他公开说不把产销机制搞好 只是降低休耕补助 是倒果为因 他说台湾农业的关键在于 没有通路产销失衡 所以主委您对这个反应怎么样 同时也怎么解决产销端 通路和产销端的问题 主委答复一下 我想我们产销问题 十几二十年来不能解决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农民的规模太小 生产规模太小 杨先生他自己种了零点三公顷的凤梨 我想这个规模一定会经过中间商 所以我们进口 刚刚修根所进口替代的 或者是契约出口的这一块 它是有一整体的这一个产销的结构 那对于这个产销平台的建立 这个部分呢 我们农委会也提供了 现在农业云提供未来设立的这个农夫市集 都会来照顾中小型的这个农民 但是我也要提醒 在地方特产的部分 有一些地区 有一些县市 他对地方特产 他运作的非常的成功 台北市的许多茶 台北市在这个委员选区里面的水产 他就把它运作的非常的成功 所以地方政府也要因地制 像云林县的花生 黑金刚的花生 你是买不到啦现在 是 就抢货 所以这一点啊 我想我们对面对这样子的改变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 好 另外一个问题 农委会飘鸟计划的代言人 这个赖清松先生 他是全国知名度很高的一位年轻农民了 他说他没有农保资格 因为他拿不到地根地主的签订诸约 因为拿不到农保资格 所以他缴的费用非常的非常的多 缴国民年金健保费都要交 比参加农保的多很多 而类似像他这样的年轻人很多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诸位一定了解 怎么解决 我昨天也跟这个丁委员在咨询的时候说过了 对于类似年轻农民 他没有拥有农地 也没有这一个更做契约的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有法规会来 个案来寻求解决 我们在一个月内要修订 所谓的农保的这一些资格 这个是行政命令 我们希望专案的对年轻农民投入 这一块我们给他 这一个保障 那他因为他没有办法签到这个租认契约是因为375捡租的 375捡租的这个阴影 那这一块我们会在89年农化条例修正过之后就不是用这样子的 租认就不是用375捡租的这个条例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租约上面我们会很清楚的来说明 然后来 双方面都来做一个磨合 是 这一点我们在一个月内会来解决 好 因为他们实际上都有进销或证明了 他们是真农民 对不对 我们抓的是假农民 这个农委会补贴年轻的农民每月的收入 希望达到最低工资18780元 所以有这个事吧 这个是这样子 我在台东的时候 因为面对着这些老的这些产销班的农民 我就问他说 你你的小孩为什么不回来 你种这个世家也有契约外销专区 收入也不错 他说他们怕棍窝太小 回来他的这个收入不够 我说如果是这样子 他在我们改良场的辅导之下 我们透过这个修翁地活化 他可以取得土地 这一整套的配套 如果这两年里面 你还没有达到 你可以达到的基本工资 我举这个例子 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去耕作 他的收入是只有基本工资 所以这一点在当时 这个老农民就非常高兴 他说如果你讲这样是真的话 我就请我的小孩从台北回来 那就在这样子 来来 我们来构思 所以如果他的收入是一万五 我们就补到 这四千块 这个政策也有一个反向务农的杨宇凡 一个年轻农民 他也讲话了 他说我们面临的问题的重点 不是这个一点的补助 而是整个农业发展的环境跟未来 我们不在乎这一点补助 这不是重点 主委答复一下 我们的环境就是要把年轻人进来的时候 他有机会去拿到土地 那有机会现在为什么拿不到土地 就是你的休耕补助是一年九万块 这个地租的非常的高 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进入 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把这整个大架构 慢慢的来改 我们也辅导我们的农民学院 我们有年轻农民的贷款 所以昨天我跟一些第二代的农民在座谈 我也跟他们讲说 你们一回来我们的贷款 让你去改变 不要去做你原来传统的这种农业工作方式 你们这一般的二代的农民 你们可以变成一个网络 那我想我们从这方面来鼓励 让它真正的改变 不要把农业看成是原来小规模 而且是以耕作为主轴的这种形态的农业 这是我的希望 好谢谢主委 谢谢